原标题 过了九年被囚禁的生活 最终死去 但我们更客观的一点说 宋慧东不是一个坏人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艺术家 他的爱好非常广泛 书法成就最高 创造了寿金器 喜欢绘画 骑马 设计 骑足球 对骑花一时 飞擒走兽 都有很广泛的兴趣 也就是说 这个人没有什么正确才能 是一个能力和职务错位的人 这个人如果没有为皇帝 肯定是一个不错的王爷和贵族 当他听到宋朝的国库 被金兵抢光的时候 并不怎么上心 也不关心 当他听说自己的藏书和艺术品的破坏后 痛哭流涕给予自杀 这一切充分说明 宋慧东只是一个艺术家 当一个皇帝是远远不够的 二亚戒作 辉宗去北境的金兵元帅 完颜宗旺 是一个喜欢汉家文化和佛学的人 他安排一个叫阿基蒂的汉人 负责宋辉宗的饮食起居 阿基蒂自称是一个南宋人 宋辉宗也给他不少好处 一路上他对宋辉宗也非常照顾 一路上总体上来说 宋辉宗的生活待遇并不差 鸡鸭鱼肉 韭菜水果都不缺 完颜宗旺还经常邀请他一起看球赛 还专门找人给他订做冬天的服装 到了金国后 虽然宋辉宗被金太宗封为昏德公 但宋辉宗的生活并不是很差 他的官职是正二品 凤禄是金钱和小米各一百五十块石 这种绫罗绸缎赏白皮 宋辉宗甚至还和金太宗结成了亲家 宋辉宗还亲自担任起了金国贵族的文化教官 掀起了一股学习汉族文化的潮流 三到了金国后 宋辉宗的大部分妃子都还健在 皇后也活在人世 宋辉宗在金国任职期间 金国的皇帝还赐给了他几个美女 来世奉她 比起在宋朝来说 虽然生活待遇差了点 但每一天不用处理政务 业余时间就比较多 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书画 其他的时间当然用来造人了 那么多的老婆都健在 多生几个孩子 自然也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传说 金国的民风十分开发 宋辉宗的妃子们和金国的大臣好上了 还生下了不少儿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